弟子刚才多有冒犯 还望道长多多见谅才是啊 你侠义心肠 我很是喜欢 我怎么能怪你呢 不过这个事 甚是奇怪 我师兄怎么会 收一个金人做徒弟 这人轻狂妄为 以后我一定让师兄重重责罚于他 如果他肯娶那个姑娘的话 我看到长就不必责罚他了吧 你真是个好孩子 你太忠厚了 从小我娘和我师父们都这么说我的 他们还说我笨呢 你真是个好孩子 咱们去看看穆家父女怎么样 好啊 走吧 姑娘 你爹伤势如何呀 是啊 我爹一回来就高热不退 刚才请了被郎中 抓了颜真 现在好多了 只是一阵阵的说胡话 让我来给你爹看看 你们先请 外面挺冷的 快点进来吧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姓穆 叫念慈 穆姑娘 我这里有些药 你先替你爹敷声 我这里有些银子 你拿到镇上去 给你爹买些滋补的药 好好调养调养 你就收下吧 穆姑娘 你放心 我们明日 还会来看你爹的 谢谢 我们走吧 好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好 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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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爹 下 下 怎么了 爹 爹 你怎么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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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 也是这么大的狂蜂 吹开家门 他被掠了去 我竟没有想到 上天 已经预示过了 十八年了 每一次从梦中醒来 总觉得自己啊 还睡在牛家村的炕上 总觉得自己啊 还有机会 救他出去 我真后悔啊 今日 又是风吹开房门 莫非 我的死期也到了 爹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刚才王道长已经来看过了 他说你的病没事 你会好起来的 爹 念慈 等我的身体好一些了 咱们再往前走一走 爹 咱们回去牛家村 女儿终身不嫁 伺候你 那怎么能行呢 女大当家 总得找个好人家的 你生生父母去世的早 我答应过他们的 一定给你找个好婆家 你要是终身不嫁 我都地下 怎么去见他们呢 你愿如扶平一般 碰到谁就是谁 这件事 爹就不要再说了 女子 念慈 念慈 你干什么呀 念慈 你这是做什么呀 爹 女儿实在是太累了 咱们收拾收拾东西 回牛家村 你先歇会儿 我去找他说个明白 念慈 你给我回来 那种人你跟他说 有什么用啊 沐姑娘 沐姑娘 你想我了 你不要误会 我找你来 是有些话想问清楚 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吧 为什么你要侮辱我和我爹 还把我爹伤得那么重 既然你无心 就不应该上台来比武 姑娘 你先别动怒 其实我也是有难言之隐的 姑娘在大街上摆下擂台 如果我不去 难道让你落在那些粗人手里吗 你也知道 我身为王爵世子 不能不顾及身份 总不能在大街上 就结了姻缘吧 不但辱没了身份 也辱没了沐姑娘 你是小王爷 我是平民百姓 可是你也不应该轻言调笑 更不该伤了我爹 你爹爹逼得太紧 我一时失手 绝不是故意的 可是我爹他 沐姑娘 伤了你爹爹 我其实挺后悔的 后来我还被我娘骂了一顿 你爹爹他怎么样 好些了吗 王道长 王道长给了我爹一些药 略好些了 王道长 王处一 你们现在跟王处一在一起啊 念子 爹 跟他这种人 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爹 你怎么来了 沐老英雄 你好些了吗 混账东西 你又想欺负我女儿啊 你休想 爹 他是来认错的 听他认什么错 我们走 走 爹 您没事吧 过来 小王爷 你们跟着他们 把他们请到王府里去 是 等等 打听一下王处一的住处 是 大官 您是住店还是访客 少路子 我问你 王处一道长是住这儿吗 您是说那个 小的奉我家小王爷之命 恭请道长还有郭爷 到府上赴宴 荆儿 你也看看吧 这还有些点心和果子 请二位将就着用点 喂 荆儿 想吃吗 我不吃 好 那就先存放在柜台上 我家小王爷专程恭候 请二位即可动身 道长和郭兄降临 这乃三生有幸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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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走 行儿 道总 那可是又肥又壮啊 道长请 这几位都是成名的英雄人物 早就仰慕道长的英明 都想见识见识 这小子来了 我来给大家引荐引荐 这位是千手人徒彭寨主 这位是长白山身仙梁子翁梁老前辈 能见到铁角仙王真人老夫此次入关 真是不须此行啊 过奖 过奖 这位是西藏密宗大手印灵智上人 原来江南七怪有全真派成妖 怪不得行行无际 阁下可是鬼门龙王沙通天 沙老前辈 正是 你认识我 沙老前辈的大名贫道向来仰慕得紧啊 好啊 你真的要袒护这小子 沙老前辈 何必跟小孩子抖气呢 沙老前辈何必如此动怒啊 大家都是初次相遇吗 这位就是白驼山的少主欧阳公子 诸位也是第一次相见吧 本该早几天来到中都的 耽搁了几天 迟到了 恕罪 恕罪 好 各位请坐 请坐 欧阳公子何必太迁 久闻欧阳公子武艺高强 日后相处还要多多请教 齐敢齐敢 听说小王爷武艺精良 我也是仰慕得紧啊 我的武艺跟我欧阳公子相比 也只能算是三脚猫的小玩意儿 犬真派的功夫虽然不高 但也绝不是三脚猫的小玩意儿 你师父即刻就到 你知道吗 我师父就在这儿 道长要见他吗 对不起 好